刘培元的英文教室实用绘画篇 软掉了 也是不新鲜 可是还没坏掉 软掉了 不脆了 那怎么讲 软掉了 不脆了 我父亲的书房 摆了很多艺术品 艺术品 乱世佳人 已上映了 已超过80年了 老片 超级老片 像这种 或者混沌蓝桥 或者冰汉 石界等等 上映 电影上映 要怎么讲 你有教小孩子 信知识吗 像这些 都生活上 都常常会碰到 我的音乐老师 是个大男人主义 叫做杀猪 不是杀死 这个猪 是那个杀文主义的猪 My music teacher is a male chauvinist 大男人主义者 chauvinist 就是很自私的人 这是男的 很自私的 大男人主义 自以为是 看不起女人 像那个 苏本华 德国的 哲学家 苏本华 就讲了 当然这个 是不是有一点 这个 太武断了 他就说过 到女人那边 不要忘记 带一条鞭子 当然以前的人 这个女人 没有受过教育 所以那个 有知识男人 有时候觉得女人 就是没有水平 没有知识 带一条鞭子 到女人那边 不听话就打 标准大男主义者 但是现在不一样 女人 很多赚钱 知识 都比男人更厉害 所以大男主义 就应该比较少了 相反的 反而有些 应该是有些 大女人主义 看不起 老公 老公赚的钱 比我少 My music teacher is a male chauvinist 这个苹果已经软掉了 不脆了 the xebo is limp lamp就是 我们就说那个 掰咖 就是比较 四肢 比较无力的 四肢无力的 一般掰咖 也是这种 脚 瘸腿 就是软绵绵的 脚没有力气的 脚软软的 你看那个 小麻痹症 什么 他把那个 把那个铁 铁的东西 把它拿掉以后 就站不起来 软软的 所以一样 就水果也是一样 lamp 软掉了 站不起来 像小麻痹 站不起来了 not a crisp crisp 就脆脆的 crisp 或者crispy 也可以 crisp 就脆脆的 crisp 软软的lamp 所以这个字 可以学一下 这都生活用字 当然我们一般就不会 我们一般 很难的单子会 可是这种很简单的 软软的lamp 当然软软的 你可以讲soft 可是soft 就是一般的 它有一点 soft是软 它这个lamp 有点软烂 crisp 脆脆的 这种很好用 外国小孩子 七八岁 八九岁 都会用 就我们这边 英文博士 不会用 this apple is limp not crisp anymore 我们顺便把一些水果 那当然水果 当然太多了 我们就调一些 苹果 apple 你不要念 aple 这是大卷蛇 apple 柳丁 orange 我们一般 橘子不是 不是这个词 orange 我们是讲柳丁 那像balla guava 像这种词都是 也不是英文 都外来的 橘子 tangerine 这个词也是很奇怪 但橘子是这个词 柑橘 我们叫柑橘 tangerine 比较炸汁的是 orange 所以我们有 orange juice 比较少橘子汁 因为橘子汁 比较不好炸 就是一般 剥开来吃 羊桃star fruit 当然它有别的 更难的字 就是它像一个星星 五个角 简单的讲 就是star fruit litchy 这也翻译过去的 就litchy 这我们是先有中文 它英文翻成litchy 杨贵妃最喜欢吃的 她在长安 在陕西那边 结果居然从广东 运过去 奇怪的 运过去还能吃吗 搞不懂 就是快马 600里夹吉 限你几天几夜到 古代它就有 就有冰柜 古代从周朝就有冰柜 就有冰 不是说古人就没有吃 我说冬 就是冬天 不是夏天 夏天冰柜化掉 有冰柜 就是有 周朝就有 那冰柜就是 有着用铜做的 金属做的 就摆在那个 比较那个 凉的地方 放在土下面 所以那个 古代的那个贵族 他那个 夏天是吃得到冰的 虽然没有冰箱 那连雾呢 wax apple 他就用这个词 wax 它是辣 辣的苹果 连雾 木瓜 papaya 芒果是mango 也是这样翻过来的 longan 也是翻过来 因为很多英文 它没有嘛 英文它就没有这些东西 它没有龙眼 没有芒果 都热带的 热带亚 热带 我们念一下 这苹果 我们就是 讲这些 实用的时候 我们顺便 每一集调一些 就增加我们的 粗类旁通 增加我们的 相关字的 那个养成习惯 要粗类旁通 所以我们英文 在学英文的时候 教科书 它就应该类似 它应该有系统的 或者把一字多译 解释一下 或者音标念清楚 或者是把这个相关的字 把它列出来 那这样大家 就会比较学的 会有效率一点 apple orange guava tandering star fruit litchy wax apple papaya mango langen 这些常见的一些水果 水果都是亚热带 亚热带也雨水多嘛 它才会那个水果 就要水分多嘛 带点甜分 我父亲的书房 摆了很多的艺术品 my father's study was full of object art 所以是法文过来的 study是念书动词 它的名字就是书房 所以书房就study 就可以 你不要念study 那如果说 人家看 这个study 这u的应该念study 那错了 或者study study 大卷舌 卷舌的也不用 它study 不卷舌的 代二的音study object dot 发文 这不好念 就是 当然你也可以用artifact 其他的字 那我们这边只举个例子 可以学一个字 object dot 就是 艺术品 古董品都可以 古董艺术品 object dot 这个 t就不发音了 object dot 就可以了 那我们顺便把那个家里的一些空间 这边顺便把它列出来 书房的study 就是念书 就是读书 本来是动词变名词 那卧室呢 bedroom 就是有床铺的房间 就叫卧室嘛 卧室如果没有床铺就不行 但如果说比较豪宅呢 有钱人家里面 就是master bedroom 主人房 还有客房 主人房叫master 主人嘛 master 或者叫大师 主人 或guest room 客房 客房叫客人的房间 或者spare room 就多余的 多余的 就是客房它都整理好了 随时可以进去 那它有多的房间 可是 比较不太用 就是没有什么装潢 或者没有什么摆设 那如果临时要有人用的话 凑合凑合一下 所以bedroom 有master room 主人房 客房 还有多余的房间 国内房间 搞不好里面就是空空荡 什么都没有 如果需要什么用途再说 客厅就是living room 就是活动的空间 所以我们说客厅 给客人 给客人 做的 不一定 一般的家里 客人不可能 以三天两头来 就是自己活动的 所以这个比较好 活动的房间 活动间 不然你看每个家里 一年三百六十天 你有几天有客人 来个客人 一年来个十几次 二十几次 了不起了吧 绝大部分客厅自己用 自己家人 活动的空间 living room 玄关 就房子如果大一点的话 从大门进来 有一个小地方 可以有 你看那英国片很多 它有时候 白白衣服 白白鞋柜 可以在那边坐一下 或者说管家说 请你在那边等一下 我跟主人通报一下 玄关 后卫 就是一个走道 或者foria 这个foria是 大家比较不会用 这个字也可以 后卫 或者foria 那餐厅 dining room 就是 就dine 就是 动词就是 用餐 吃饭 dine 吃饭的餐厅 dining room 它不一定是dinner 好像是这个dine 有点像dinner 但一般来讲 那当然 一天三餐里面 或者宵夜 四餐 三餐四餐里面 当然是 晚餐是 最正式 主要的一餐 所以一般用dining room 它不用lunch room 或者breakfast room 出版kitchen kitchen 有很多那个kid kid就是工具了 我碗瓢盆了 有很多那个 这些工具的 一个地方 浴室bathroom 这领域 那外国人喜欢领域 比较快 比较快 然后更衣件是dressing room 换衣服的 dressing room 阳台balcony balcony 当然有前阳台 后阳台 可以看看风景 有阳光 然后婴儿房 infin room 面子就是yard your front yard your back yard 前后院 前院呢 就有些草皮 老外就是喜欢 弄弄草皮 那后院呢 有的可以弄个篮球架 陪小儿子打篮球 英国人喜欢弄花圃 前院或者后院弄花圃 所以你去英国 他们特别喜欢种花 而且种五颜六色的 美国人喜欢弄草皮 不一定种花弄草皮 那后院呢 后院呢 有时候弄barbecue 喜欢烤肉 烤肉 或者弄一些篮球架 一些休闲的东西 车库garage 这些东西都是家里的 一般的空间 study bedroom your master room guest room spare room living room whoey 或者foyer dining room kitchen bathroom dressing room balcony infant room yard garage 乱世家人 已经上映超过80年 gun with wind 这个打错了 这个应该是 这是gun with wind 这是飘 所以那个小说叫飘 那电影叫乱世家人 所以都是同一个人 飘就是乱世家人 乱世家人就是飘 had been released had been就是过去一段时间 但现在就是很少 很少上映 就是完成式 如果现在完成式 就到过去到现在 还在持续发生一段时间 had been 过去发生一段时间 现在没有了 就现在很少再上映 它已经上映了 release 我们说release 我们说解救我吧 救救我吧 也可以是上映 release 然后它名词是release release 轻松 release 也可以叫浮雕 浮雕就是 这个外墙上面 凸起来的那个浮雕 画 一些风景 画 人啊等等 for more than 80 years 已经超过80年了 很久了 他是演那个 美国南北战争的故事 飘 gun with wind he'd been released for more than 80 years 你有教小孩子 性知识吗 do you teach your children about sex 就很简单 当然 有些理语 叫hoard sense 马的sense 马的 马的这个sense 马的这个感觉 就是hoard sense 就是性知识 那是理语 do you teach your children about sex 他这个sex 是卷色卷一般 sex 不要念sex 也不要念sex 那如果是6呢 就sex sex 他是短音带 而sex 性是sex 所以这两个 亚洲人都会念 但是 常常念不标准 大家有空可以看看 我这个YouTube频道 我们熟悉一下这些 实用绘画 他一些例子 我的音乐老师 是个大男人主义者 My music teacher is male chauvinist My music teacher is male chauvinist 这个苹果已经软烂了 已经不够脆了 我们可以再讲 This apple is limp not crisp anymore This apple is limp not crisp anymore 那我父亲的书房 摆了很多艺术品 My father's study 我付了object door My father's study we're full of object door 乱世佳人的老片 上映超过八十年了 怀旧了 Gone with when it had been released for more than eighty years Gone with when it had been released for more than eighty years 你有教小孩子吗 信知识吗 你小孩子可能已经 十三十岁了 十四五岁了 应该教一下了 Did you teach your children about sex Did you teach your children about sex 这一集讲到这里 这一集讲到这里 就说过了 谢谢大家